非常之内丝 简直极致诱人 咱们再来几个小猪蹄 猪蹄咱们拿钢丝球给它打劲 咱们今天简单吃一个熏酱猪头 一只猪本来应该有四个猪蹄 结果出现五个 难道这只猪有第三者擦足 突然这个场面好像刺激了起来 好咱们准备点这个葱姜 行咱们给它贴片 到南温水 咱给它好好冲洗一下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下点冰糖 简单炒个糖色 咱们把冰糖炒化炒至枣红色冒泡 OK 那咱们这个糖色差不多 然后炒至枣红色冒泡 咱们把这个提前提好的葱姜 下到锅中 然后给里边烹点生抽 稍微来点水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八角桂皮香叶 白芷草果肉扣 丁香山的花椒小胡香 再来点香茅草 来两袋这个香气酱 再点缀一下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老抽 调一下颜色 来点红区米 再给里边来点盐 盖盖小火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准备点粗细辣椒面 白芝麻 蒜末 花椒面 然后给它浇上热油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甜醋 来点生抽 香菜末 蚝油 然后咱们准备点白糖 再来点茶叶 给它们 给它们混 混到一块 给它们混到一块 红区米有点多 当然有味的味道 但这小色都不用熏 准备一块小锡纸 破到锅中 然后把糖 然后把糖和茶叶 放到锅中 然后咱们把这个猪头 放到笔子当中 清烟的时候先不用管 像这种上着黄烟 咱们给它熏上两分钟 这些计时 一般人受不了 有点呛 然后咱们给上边刷点油 这是香油和豆油 还有这个色拉油 三油合一 这就是我个人发明的这种小三合油 哇天 非常之内丝 现在这个状态啊 太happy了 其实这个菜系啊 最好是屋子外边 给它做就完美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很多朋友反馈啊 说我这台词多有 多少有点乏味啊 一句稍微走天下 也就是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好吧 请各位原谅啊 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很快研究出新的台词的 咱们先来一块这个 嗯 哇恰 嗯 是那么回事 YYDS 嗯 这增加了烟熏气味以后啊 味道有所上升 不过这次明显是熏的时间 有点大方 其实按照这个火力啊 熏了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而且我觉得放柴叶 多少点多余啊 这以后放糖就OK 咱们来拌个小猪脸啊 这种糖胸腕特别足啊 这过两天 咱们再卤汁鸡啊 OK 蘸一下我这个蜜质小蘸料 我当然感觉这个蜜质小蘸料 已经无法给这块完美无瑕的这个肉啊 有多少 有多少增色了 因为它已经很完美了 嗯 咱们现在来一块大点的 哎 直接吃到爽 潺潺微微啊 又肥又瘦 相当美味 我这相机对焦有点差 相当美味啊 嗯 这太脱骨了 这一次啊 咱们来点这个 我们本地出的这个 其实它这个口感跟蒜蓉辣酱有点像 但这已经相当于我们本地的这种 鲜椒酱了 哇呀 满满灯灯 板板油蒸蒸啊 这一块 初级完美 你就看一下这块过不过瘾就完事儿 咱们再稍微来点这个 这一块超级完美 接下来咱们把这一块熏猪肉啊 拿这个咱们的秘质蘸料啊 给它洗礼一下 哇 天 简直是极致诱人 完美 因为这一块熏猪肉 我来说 那我吃一块熏猪肉 这一块热 我吃一块熏猪肉 做一块熏猪肉 还有一块熏猪肉 我吃一块熏猪肉 就好 好 就好 真的有味道 前面的味道 但是真的比较多了 我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每次都不是吃過 我真的不想吃過 我真的不想吃到 我真的不想吃 我會吃過 咱们再来上一小块 颤颤巍巍 还是咱们等秘词小炸料香 这些小图超级贵 这是比较好 好甜蜜